HELLO 大家好,又是我Dee 我們現在還未可以離開香港的時候 免壞一下泰國 泰國有很多人去街邊吃火山骨 火山骨,但對我來說,豬也不錯 不過我今天想做一個牛 做一個牛的火山骨 今天我們會用什麼牛呢 這是一個在Bone in Ribby拆出來的牛骨 這牛骨很長,我的手有這麼大 比我的手大 做了它用來做火山骨 怎樣做呢?這裡就是以下材料 如果只做火山骨,就很貴Dry 所以我今天會做一個萬用的泰式汁 我用來做一些很瘋狂的東西 就是超大的牡丹蝦 用來當生蝦刺濕 現在先做骨 因為骨要時間 這個就是Bone in Ribby的骨 其實我們今天會用來凍水飛 凍水飛就會乾淨一點 熱水飛的湯底會濃味一點 當然會逐一點 所以我們今天會凍水飛 好了,現在飛完水了 拿去沖乾淨一點的牛骨 先沖乾淨一點 好了,現在我們先把骨頭放進去 好了,水滾 我們可以先把蘿蔔放進去 蘿蔔也會出水的,所以記得要看火 然後蒜頭 飛到一街都是 然後加些乾蔥 然後還有一個洋蔥 然後加一些檸檬,拌一拌 贏的後果是什麼呢? 要拔出紙 好,接著 最重要的是魚露 然後大火滾到爆爆的聲音 就可以調成中火 現在滾後就收小火 然後滾到兩個小時 我們兩個小時後攪拌 好了,過了兩個小時後 我們現在先看看煮的 骨頭是OK的,已經離骨了 所以我們要先拿出來放骨頭 不然骨頭再煮下去 立即上菜就會散開 怎樣拿出來 怎樣拿出來呢? 第一,如果再煮下去 或者在裡面焗 它的脂肪會走 會粗糙 一絲絲的感覺比較重 所以現在要先拿出來 好,看看吧 現在就先放它一會兒 我們呢 有熱吃當然有冷的 我們再做一個生蝦汁 生蝦汁 生蝦汁配毛蛋蝦 其實很簡單 不用切東西 夠力就行了 不然不夠力,切一塊 辣椒 蒜頭 然後洋蔥 檸檬汁 魚露 然後白醋 有時候我做韓國的食物都會用到的 就是一些漆起 這個就是整罐這些斜裸就可以了 算了,我經常都說漆起 雪壁 然後其實是有薄荷葉的 薄荷葉就是 一盆東西 其實你打完之後 可以放在雪櫃裡 大概兩到三個星期 但若然你連薄荷葉都打完 但是它的壽命就短了 只有三天左右 最多 所以薄荷葉是你用多少 就打多少 不然一次我放在雪櫃裡 你就浪費自己做的東西了 剛剛看到,爆了 好 好 好了 現在做好了 我們今天準備了一間牡丹蝦來做生蝦 那隻蝦呢 其實我是一直放在雪櫃裡兩個小時解凍 解凍之後 都要用熟的冷水 去浸一浸 不然就很容易 將牡丹蝦的蝦頭變黑 好 接著就混合生蝦汁 放一些 泰式汁 然後放一些薄荷葉 就這樣淋上去 做完生蝦汁之後 再放一些雞醬 我們就可以做火山骨的醬 好 接著再放它 這個呢 就備用來做火山骨的 好了,那現在呢 就做完 這個淋上去的湯 最重要是 拿些蘿蔔 剩下這個湯可以拿來做什麼呢 你可以拿來做 河粉 湯河 拿來滾湯 拿來做其他東西都可以 湯飯都可以 那現在呢 最重要呢 拿回三寶出來 都是好像潮州那樣 潮州老三寶 差不多 當然少了些東西 芹菜 蔥 還有芫荽 那好了,現在呢 就滾起它 你會看到它會變深色一點 樣子也好一點 接著會實一點 如果不然 好像剛才那樣 一拿出來就會散 那現在呢 就切開它 只要滾掉 就要滾到 太多了 紫火 超級渾得 大部分 燈紫火 總是嘗嘗 小鵡 在生命中 小鵡 好了,做出來了,很漂亮,樣子真的很漂亮 你看,幫我拍戲 這個最好 好,你會看到油花的油依然在,不柴皮 然後咬下去會有口感 你看,剛剛好,粉粉的 通常燜菜燒菜都會變紅色 除非有很多醬油,不然基本上都是紅色 那,事不宜遲,蘸上這個 你看,很好 我的評論是什麼呢 拌完再吃 很棒 嘩,很棒 我不知道要說什麼,總之我告訴你 兩個小時,慢火,一邊焗著它 這樣,拌它,離開骨 那些筋剛剛好 然後呢,剛剛放下了全部的東西 整個優惠很漂亮 最重要是連著醬油 連著有檸檬葉的醬油 對不起,不是檸檬葉,是薄荷葉的醬油 所以帶出它的鮮味 我不想跟大家說這麼多,因為呢 蝦我不想吃了,因為這個已經很足夠了 我現在準備就放飯 覺得這條影片好看的 記得給我一個Like 下一集再見,謝謝 拜拜